我们可以先登陆到微信的公众平台 添加一个新的小程序 选择快速注册并认证小程序 我明白 快速创建 再用公众平台的管理员身份 去扫描一下页面上的这个二维码 进来以后选择一下主体的资质 运营者的信息 微信认证的资质 再点击下一步 输入一个小程序登陆用的邮箱 下面再设置一下对应的密码 再确认一下 再输入这个验证码 然后点击提交 下面再登陆 刚才我们注册的时候填写的那个邮箱 找到这个小程序的激活邮件 点一下邮件里面的这个激活链接 这里会让我们去绑定小程序的管理员 可以输入管理员的姓名 身份证号 还有管理员的手机 发送一个验证码 在下面再输入收到的那个验证码 然后再用微信呢 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去验证一下我们的身份 再点击下一步 回到小程序的首页 先去填写一下小程序的信息 给小程序起一个名字 再选择一个投降 然后添加一段介绍 下面可以再选择一下分类 然后再去提交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再给小程序的去添加一个开发者 这个管理员默认的就有开发权限 这里我们可以去再给他添加一个新的开发者 用管理员的身份扫一下 验证一下身份 添加成员 可以搜索一下成员的微信号 给他勾选一下权限 再确认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再去下载一个小程序的开发者工具 选择下载适合自己系统的这个版本 完成以后再安装一下这个开发者工具 打开这个开发者工具 这里可以选择小程序项目 添加一个新的项目 这里呢会让我们去输入这个小程序的APPID 回到小程序的管理后台 打开设置 开发设置 复制一下这里面的这个APPID 然后再把它粘贴到我们的开发者工具这里 在下面再输入这个项目的名字 然后再指定一下项目所在的目录 这里我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名字呢是微信APPCASE 创建再选择一下这个空白的目录 这里去掉下面的这个创建QuickStart项目的选项 再确定一下 下面我们再用自己喜欢的编辑器打开小程序项目所在的目录 这里呢我用的是iPhone编辑器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编写小程序的代码了